好多马特里养老院的这些老人啊 就是说 没人管了 医护人员呢 就跑了 当然我们公理公道的讲 说他们也是这个达到了一个极限 承受的极限 没有防护服务 没有口罩 没有这个 这个医疗物资 他们叫PPE 个人防护这个物资 而且呢 没有得到政府的及时的指令 上级也不给指令 天天加班 熬夜 谁都受不了 人们本身自己也有家庭 对吧 也要考虑自己的这个安危 加上这个可能 工资待遇各方面 也比较低 常年得不到解决 所以干脆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两周之后啊 就那个什么 就离港了 大不了老子辞职不干了 说这活太危险 其实很多美国的医院 包括俄罗斯的也爆出来同样的问题 所以呢 整个在3月13号 这个西班牙政府 发布全国紧急状态 进入叫警报状态 之前正式实施之前 其实是很大的 很大的混乱 包括在大城市 像马德里呀 巴塞罗那呀 这都属于重灾区 那感染人数都是上万人 几万人 每天 都是新增 那今天呢 也是先开了个头 讲一讲啊 这个疫情的发端 发端期 已经半个小时了 所以呢 明天呢 我们接着再聊 疫情的第二阶段 就是这个警报状态 第一次 第一阶段 因为它每一个阶段呢 都是14天 就是根据国家宪法的这个规定 那之后呢 是情况 你可以延长 但是必须取得 国会 同意授权 你才能进行 所以呢 我们今天是开个头 就是讲 截止到3月13号 之前 西班牙对待新冠疫情的一个态度 那明天呢 我们讲 第一阶段 3月13号开始 进入警报状态的 发生的一些状况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